跟商界经济有关的新闻来看一下 阿里巴巴经历北京当局最严格的管控之后呢 创办人马云的境况如何 很多人都在讨论 那对此阿里巴巴总裁罕见回应说 马云他还活着 而且过得非常开心 目前是在东京大学任教 不过待在大陆的时间其实也很多啦 他强调呢 马云依然是阿里巴巴最大的股东 他关心公司的运作 就像他刚创办的那时候一样 这是马云的公司 只要马云及阿里巴巴还在 这件事情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再来看到的是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访问北京 进行此行最重要的行程 就是和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那习近平强调 中美关系基础在于民间 寄望于美国人民 这也是他近年首次接见外国企业家 我很高兴见到你 大陆官媒央视发布的画面中 两人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老朋友称呼微软创办人 比尔盖茨 称赞他参与大陆发展 做了很多事 强调中美的民间交流 两人睽違八年再见面 也是习近平近来首次接见外国企业家 相较于苹果执行长库克 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仿中的接待层级 比尔盖茨无疑是最高规格 四年来首访大陆 比尔盖茨14号就抵达北京 重点着眼于医药产业 他和北京市长会面 聚焦医药健康等问题 宣布未来五年 向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 捐款5000万美元 研发药物 治疗肺结核及虐疾等传染病 而前一天15号 是习近平70岁生日 北海领导人金正恩 发贺电祝福 还特地提早派人送上花篮 俄罗斯总统普丁 也发电报祝他生日快乐 习近平66岁生日时 普丁曾送上写着66大蒜的蛋糕 还有一大盒冰淇淋庆祝 显示他们的好交情 记者最后报道 海峡论坛在今天开幕了 王沪宁是第一次 以大陆全国政协主席身份出席 同时也会见了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王沪宁强调 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 也提到了家和万世新 一起来看当时的现场画面 新年来受新冠疫情 和一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但是我们海峡论坛 它是坚持办下的 全国同胞 客户困难 出席参与 也很不容易 两岸同胞就是一家人 加和万世新 所以我们共同把两岸关系保好 也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力 也符合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力 今天有机会再度见面了 首先要代表朱瑞伦主席 当面向王主席道客 也期望未来 王主席能够为两岸 开启展示的一些平面 过去三年多 两岸关系不和睦 和疫情的组合 双方交流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还记得去年八月 我们两岸 我在两岸这个兵凶战围之际 还有疫情反复之时 我率弹到大陆 一战就是到了夏明 当时除了承受一定的 政治压力之外 还要按照当时防疫的规定 隔离了十天 整个行程开始 看起来是很艰困 但是呢我们也觉得 这是我们过去三年多来 所有坚持在两岸交流干位上的 这个人人自私 我们大家一起同干共同 我们能够构想这些 很特殊的这些相激未来 我们能够细手的共进 再创两岸加进 夏立言说 从论坛活动来宾的出席 永越他感觉到过去几年来 笼罩在海峡上海面的阴霾 好像已经渐渐散去了 两岸已经度过了最艰困的时刻 至于王沪宁提到的 家和万事兴的讲法 2015年的马席会时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经提过 而习近平在2019年 2022年的访问澳门香港的时候 也曾就港澳政策讲过这一句 家和万事兴 再来看到是在大批媒体 以及信徒的守候之下呢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周五从罗马的医院出院了 86岁的教宗身体看起来有点点的累 他是以轮椅代步的 但是精神状况很好哦 不时对人群微笑致意 那86岁的教宗在7号 接受了善气守护之后呢 在医院休养了9天 他出院之后先到了 著名的圣母大殿祈祷 然后再返回梵蒂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